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接着呢我就对这个1845系列呢 也做了一些更仔细的了解 我发觉这个机型本身 非常体现了德国的很多工艺制作的一些传统 跟它的一些理念 过去十年呢 我去了Grasutti这个小镇呢 四次了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工厂的整个的生产过程我都看过 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 从钟表的这个制作角度来讲 这个Grasutti Original 在手工制作钟表这方面 在万表这方面 他们是花了很多的这种精力 跟做了很多的努力 比如说这个四分十三甲板 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最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表现在它的这个牢固性 但是它的制作成本跟制作工艺又要非常的高 如果没有很高的制作工艺的话 实际上这个整个桥板 这个甲板跟里面的机芯之间的 这个装嵌本身的精度 它要非常高 它才能把它装嵌好 这个四分十三甲板不仅仅是个装饰性的一个设计 我收藏万表呢 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喜欢 所以这个十几年来 我基本上都是在不断地在表店 或是在这个拍卖行呢 这个寻找我喜欢的这个格拉舒提的万表 我都觉得这些万表 我可以长期地保存下去 在格拉舒提欧的工厂参观的时候呢 我特别注意到 有很多的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在这些收藏当中 我感觉到了这个品牌 它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创新跟制作能力 感觉到了他们对万表收藏者这种热情 第一个当然是它的这个 互利亚阿斯曼系列 互利亚阿斯曼是19世纪 在格拉舒提非常出名的一位制表大师 我们在格拉舒提的这个钟表博物馆里面呢 能看到很多它的这个杰作 其实是1994年才私有化成立的公司 但是在1995年 它就生产了像互利亚阿斯曼万这样子非常的精美的 有这个万变力加上格菲伦的这个功能的精美的这个万变力 那当然了互利亚阿斯曼这系列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包括这个互利亚阿斯曼二号系列 那他们生产了25只 每一只呢都是单独 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表盘 那第二个系列就是这个1845系列 一个是圆的49机芯的 一个是方的42机芯的 包括我们大家常听到的所谓的这个四分之三甲板啊 什么额颈微调啊 然后各种精细的打磨啊 其实都在里面 第三个系列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 实际上是从2000年开始 打磨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们从2000年生产的Channel RetroGraph 到2004年生产的这个Penematic Chronograph 还有2008年生产的这个双锥针的这个腕表 首先无论是手动机芯 还是它的自动机芯 实际上它是基本上尽可能的 从设计上把这个机芯的 主要的这个细节部位呢 展现给大家 那么第二点呢是它的打磨 那第三个我觉得是准确性 那么第四个呢 其实是个很切身的体会了 就是说你按的时候 你感觉到它其实整个基芯 对你的回应本身是非常的到位的 因为这个说实话 跟十几年前相比 Grasutti Original的品牌的知名度 比以前高了很多 但是呢它仍然不是一个 非常大众的这个产品 收藏Grasutti Original的腕表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乐趣 就是呢你能找到一群 跟你有同样热情的人 然后呢大家可以有许多的这个交流 所以说我感觉到这个交流 就是资格好 就是这个交流 但我感觉到这个交流 就是这个交流